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读报了时间 亚洲自由之声 他继续谈到二十大 常委名单版本眼花缭乱 学者说总书记连任连线最受瞩目 那么这美国的这个亚洲设计会 我们昨天呢 已经有一个节目专门介绍 就是说习近平可能在连任一届 或者终身连任 那么团派背景的胡春华将弃身 离政治局常委之列 而英国的政治库的报告预测 胡春华将接替李克强出任总理 有分析说应该留意胡春华 原本为胡温格在清典的储君 还有另外一个被灭掉了 叫孙政才 那么这是吴刚 海外的学者说 一直的关注这一点 他说习近平在将任十年 通过反腐垄圈 但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 吴刚说我最多再干五年的可能性比较大 元老之间还会讨价还价 因为最近十年地气很糟糕 尽管官方宣传力度很大 各种赞美支持都出现了 但普通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得到改善 从中国的政治生态分析 习近平的亲信更希望他终身联论 因为希望他搞终身制的人 是身边的那帮人基本上和安稳的保证他们的未来 那么他讲到政治局常委 他得到了这个吴刚得到的版本是 只有栗战书王滬林下台 其他留任 韩正的部下理由是什么呢 韩正代表江派 汪洋李克强代表团派 团派只允许一个人入场 了解到只有栗战书和王滬林下 那最近有很多版本 变啦巴啦很多 这个呢忙不过来了 那么习近平要连任 胡文石的楚军接不了班 那么楚军呢就是谈到了 两个人 一个是丁薛祥 一个是胡春华 徐光说丁薛祥没有在基层工作的经营 有是有但是比较偏 胡春华不管怎么说 还是摸爬滚打提拔的早 从西藏提拔上来 没有什么护面的传闻 是胡文石期的储君 另外一个孙政才搞掉了 又留下了一个寿国仅存 原本就像他们二十大接班的 现在接不了 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胜利什么 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那胜利总是有个尽头的 否则 体积态来物极兵环 这是辩证法 谁也躲不过 就像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年轻 革命党人永远年轻 这话说不通 人生的诡计都泡沫不线 红二代红三代 还能够红万代吗 那么英国也有这么一个 全球改变研究所的贝利亚 那么讲到了这个 来取代现任的国务院总理 应该是胡春华 他讲到这个总理人选 有三条杂志三大的条件 年龄经验和关系 现年59岁的胡春华是第一人选 这里讲到了这个 习近平很想提论 继续的提论这个刘鹤 还有蔡奇 陈明尔或者李强 但是呢胡春华最近 也在不断的吹捧习近平 那这里面就是忠诚度 有很大程度是为了争取表现 诸如此类 德国之声在北京上帝 寻地寻找习近平的中国梦 上帝是北京一个远郊 现在是很多高新科技 网络平台聚集的地方 提了中国梦十年 那么普通中国人实现了他们的中国梦了吗 他的华新社就对上帝的一个社区进行专访 七个人 一个小吴 小吴呢 为他的中国梦夯实了地基 他结婚 等着第二个孩子出生 在北京拥有一套公寓一辆汽车 收入来自一份工资丰厚的技术工人 他跨越了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 从山东省搬到了北京上帝的中产阶级社区的附近 一路走来还比较顺利 在激烈竞争的首都打下根基 也到大体上跟上了习近平的号召 那么这里面呢 谈到了中国梦 中国梦带来的新的自由和机会 但是也让依靠控制社会来维持统治的中国 面临意想不到的挑战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梦真的偏离轨道 因为在北京的上帝 表面繁荣富强的背后也充满了焦虑 那讲到了很多人 因为中国的科技行业进入了寒冬 在一场规模巨大的打压下 中国政府前置的科技技术的发展 他们也开始在裁员 他们收入增长在下降 那么现在就讲到没有新技术的瀑布 我们的发展可能会停滞放缓 很多人也感受到这段压力 讲到了李梦珍 李梦珍是个短视频平台的战略专家 他们现在认为他自己是蓝领 数字蓝领 我们的处境和90年代的农民工是一样 他虽然一份体面的工资 却为上帝供楼而焦虑 那你的房价动辄每平方里十万元 他是永远买不起 我们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 不能说自己是北京人 我们的程序员就跟采持行采缝刃机 和领螺式的农民工一样 很容易被取代 那这里啊中国梦的问题 还有一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这种人口的下降 对中国造成极其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想通过税收政策刺激 英俄潮断收效甚微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父亲说 一个孩子的花销已经足够昂贵 那么农民工的中国梦怎么样呢 70岁的王玉福 更赌得北京一座 豪华工艺的阴影底下大瞌睡 他是从东部的江苏省办到北京 带领了一支农民工的队伍 美化的上帝绿地 每个月收入6500元的人民币 他刚到北京工作时的好几倍 说他讲到这个人民币 他讲到劝说他带领了团队 在附近家公园去工作 他说现在的情况比十多年前要好 但伟大的梦想是属于别人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永远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法广谈到了是法西社 习近平治下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崩解 这十年中国的公民社会运动和独立媒体 被彻底的摧毁 这也是了不起一个做法 了不起 他试图消除对共产党的任何的威胁 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 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了威胁 被监禁或者流放 中国公民社会的崩溃是个漫长的过程 对活动家来讲充满了障碍 他谈到了709大抓捕 也谈到了另外一个分水岭 就是所谓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法 对在中国运作的海外非政府组织 施加限制复以警方广泛的权力 必须时刻的向公安报告 每一个项目要跟政府合作 感觉像是个监督委员会 他们对公民社会团体 已经采取了玲珑的态度 像MeToo啊 还有那个同性恋的团体诸如此类 那这里面呢 他就讲了另外一个预兆 是2013年的党内的公报 公报倡导 禁止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 如宪政民主和新闻自由 高于 他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知识分子是可以质疑政府的错误 否则这不是跟毛泽东时代一样吗 他现在在忍受的社交媒体的监视 几乎没有收录 并禁止打海外电话和苹果的聚会 他说我们就像被村里的磨刀石 磨掉的玉米粒 那这里面呢 取代高于和同龄人的是那些 鹦鹉学者的鹦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知名学者 而其他人被迫离开他们的教学岗位 忍受学生的课堂的监视 吴强说 在过去十年中 中国的知识界盛传了一种吹牛的文化 学生们已经成为审查他们教授每句话的审查员 而不是通过相互讨论来学习 而只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 他们要忍受包括网上欺凌等资劳 比如说那些环保人员 经常被打成缓滑的被西方洗脑的 这些人感觉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被浪费了 英国BBC那么谈到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吞并了乌东领土之后 在背后中国的底线和态度 俄罗斯上个星期宣布吞并乌克兰境内四个占领区 引发国际的谴责 但中国的回应非常的谨慎 没有批评俄罗斯 只称始终主张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都应该得到尊重 国际关系学者说 中国政府在俄乌战争这个棘手问题上 试图两面讨好 在当前的中俄战争 中国不会站出来公开反对公投 但这不代表中国支持或承认这公投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俄罗斯这个吞并决定是非法的 应该受到谴责 因为呢有个议案 二八年来议案被俄罗斯否决 这个草案没通过 但是中国和巴西印度一样投了弃权票 对这个吞并和所谓公投 中国也一直没有明确谴责和批评 这是给俄罗斯一个面子 那中国的回应是重申他一贯的立场 他认为这个伊利弹书讲的充分理解 充分支持和各方撤印 大家非常的关注 被视为北京迄今为止 对莫斯科做出最有力的支持的表态 他说中国现在的态度是模棱两可 只表达原则立场 但不会在具体问题上表态 中国试图一碗水端平 也切实的触谈 但是外界看来 他基本是站在俄罗斯那边 那么谈到了台湾跟乌克兰相比 有人说今日乌克兰 明日的台湾 美国这个学者的朱志群 他说台湾问题跟乌克兰问题 从历史的现状来看 切实不同不能否认一谈 他如果要公投 要两岸同时参与 台湾方面肯定不会同意 如果台湾自己搞公投 那就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美国也会反对 华广又谈到了 中国俄罗斯同一个阵线 但不会结盟 这是法国一个战略学家 在布鲁诺特尔特雷 那么他在向 法国世界报一个专访提出来 中国与俄罗斯同一个阵营 但不是结盟国 中俄没有共同防御的战略 他是一个人 他讲了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 是不是讲世界和欧洲的新分裂 具体化为敌对的集团 说是也不是 这场战争巩固了西方的两个机构 北约 那还有欧盟 在东欧的情况比较复杂 但这不是一个摩洛托和 李宾特洛普的2.0的协议 这个协议大家很熟悉 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德苏互不侵犯的条约 俄罗斯和中国同一个战线 但不结盟 这个法国用来形容它跟美国关系的短语一样 结盟 但不同一个战线 这里面想到1904年 一想到了韩战 他们为了把广义上的西方集团 长期不断扩大的联盟 跟东方的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 和集安组织之间的不对称 它这个类比造成了限制 俄罗斯是很想成为北约的最调的角色 但它只有六个成员国 而中国只有一个联盟国 中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联盟国 就是朝鲜 那么好了 大家会质疑 联盟的螺旋式上升是第一次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但是二十一世纪的联盟不是二十世纪的联盟 而且关键是它不退正性 美国大概有四五十个正式的盟友 俄罗斯有五个 中国只有一个 因为国防的承诺 已经不像当时那样的严格 他这个讲话很有意思 现在的状况跟什么人相比呢 跟古巴的危机时刻或者基辛格时刻 那这里面讲到911的问题 讲到了古巴这个问题 古巴这个危机没有戴高乐 表现出跟华盛州的坚定条件 也不可能这样化解 在西方 他说有人梦想把俄罗斯 从中国的怀抱中拉扯出来 他说这是对错误的认知 今天不可能反向操作基辛格的策略 当时北京有必要从苏联的控制中挣脱出来 但现在莫斯科远离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看不出我们能向俄罗斯提出什么建议 来鼓励他推翻普京十多年来的政策路线 即所谓的朝向欧亚的路线 而在乌克兰的失败将进一步凸显这一点 俄罗斯正在离开欧洲 加拿大新闻讲到了内地的防疫政策 内地部分政策出现加码防疫甚至讨价还价 这个谈到了是呢 谈到是他们这个有一篇文章传播很多 我跟网格言斗争24小时 从成都的锦江区 或到河北邢台市的新河县 讨价还价了20多小时 七天无减三天两减 很多这样的势力 世界性望强谈到黄疫成了新的行业 河北省的省秋 举报发高烧的人奖金人民币5万 就是谁发高烧37度半光机 你就可打那5万 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了 这个发烧病人的经检设是阳性 那就拿到5万就有7千多的美金 引起了网友的嘲讽 难道防疫也成了新的行业了吗 也谈到了三亚 谈到四川 谈到利盟谷还有新疆 部分地区的疫情管控 也越来越加大 一刀切在线 现在的通告都是不用脑子的 因为忙不过来的 不用脑子 德国自身长平的观察 国家为什么要羞辱人民 到了清明政策带给中国民众的感受 之一是羞辱 那么长平说 辱民是历代专制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权数之一 他是这么说的 为了健康和医疗者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 这叫科学 从健康和医疗的角度看 每天被强迫进行非必要的身体检查 那就是羞辱 一个人因为回法犯解而被拘押审讯 那是既有自诩 一个人遵纪守法就长期被电子镣铐一般的健康码 密切跟踪 随时可能被关押在家 在商店 在车里 算在厕所 强制转移几百公里的地方 那是羞辱 全世界的防疫政策摆在那里 明明还要这样的顽固的执行 你现在的严格政策 所以很多中国人感到庆幸 因为政府当初放弃了钢势子 检测的推广 大家认为 当局以防疫为名 对民众从生死精神智力的羞辱 仍然无处不在 他提到了 当年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问题 纳粹德国的首脑 希特勒骂过 犹太人是害虫寄生虫 是传染病毒的传播者 斯大林也惩罚过 谴责过人民之敌 是社会害虫 污染源 毒素 是必须清除干净的脏东西 他把这个跟现在的 大陆的防疫政策相提并论 美国之音 谈到了两岸关系 台湾国防部 谈到了共军谋求对台军事威胁 新常态对台构成的 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里面就谈到了什么呢 谈到了一个派遣军机舰艇 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给台湾军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台湾的增加了这么一个 19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 比2022年有双位数的增加 也就明年的军费预算 他认为现在台湾已经 未来的共军的军机和舰艇 侵入航空识别区 跨越海峡中线 抵达台湾海域的活动 会变成新的常态 华尔街日报 谈到是美国寻求 进一步限制 向中国出口尖端的芯片 这个越来越抓紧 以兰针对美国出口部分 用于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芯片 以及用于生产某些最强大数据 处理芯片的制造设备 进行了新的限制 而更多的出口限制 还在积极的考路中 包括对高端内存芯片制造能力 和用于一些最尖端芯片制造工具的 先进组建的限制 先进的量子计算 是正在讨论的另外一个目标 越收而越紧 纽约时报 一个专稿 从山东到加拉 普克斯群岛 加拉普克斯群岛 中国的全球捕鱼的行动 过去20年 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深海捕鱼的团队 拥有近3000艘的船 远远多于其他国家 在本国沿海水域的鱼业资源 严共枯竭之外 目前中国的世界上任何海域都展开了捕鱼的作业 规模让一些国家的本国水域附近的整体 整个船队相亲建筑 从印度洋到南太平洋 从非洲海岸到南美海岸 人们越来越多感受着影响着中国全球精细实力 在公海上的体现 当然也引起了外交法律的抗议 跟非法活动有关 侵入他国的领海 纵容劳工虐贷和宾威物种的捕捞 2020年环保组织有一个统计 叫做有300艘的中国船只在加拉帕克斯附近的作业 加拉帕克斯未以厄瓜多尔专属的经济区之外 也是厄瓜多尔根据海洋法条约 享有自然资源权利的200海里之外 这些船只紧紧包围这个海域 这些船只加在一起 几乎占据了加拉帕克斯附近捕劳难的 近99%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批并论 这里面引起了当局以及当地的渔民的愤怒 没有任何的能够阻止他们 连疫情也没有够阻止他们 中国能够有这样的工业化的规模补移 是因为有了像海风718这样的船只 这是一艘1996年在日本造建造的冷藏火船 它在巴拉玛注册 由北京的中渔环球海洋食品公司管理 这公司是个央企中国水产有限公司所的子公司 这是个了不得的运载船或者母船 它这个来讲每一次 这艘船呢就可以不间断的让一些小渔船 不间断成年365天在那补鱼 所有的疑惑就装到这一个渔船上的运回中国 每次出海一年以后再回来 全球的渔业观察 今天有一份报告说 90年到2019年期间 深水的鱿鱼船 每数量从6艘飙升了528艘 每年报告的疑惑量从约5000吨 上升到27.8万吨 2019年在南太平洋作业的鱿鱼船 几乎来自中国 把疑惑转离到另外一艘船 安排不为华 所以这个使用母船很容易 也不会被举报 其实日本韩国台湾 也都有这样一个深水战舰 深水的舰队 但是没有中国这个规模 海峰718载货空间超过了1.4万立花米 足以装载数千吨的鱼 而鱿鱼的种群数量正在减少 因为受影响不仅是由于一切 鱿鱼为食的生物都会受到波及 这个专稿做得很详细 华尔街日报 描绘农村苦难的引路成年票房大卖之后 光遭到了下架 弄中国的影迷而感到了困惑 可以想象的困惑 也可以想象的下架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有一份未曾署名的 请你到点退休 劝退习近平请愿书 这两天在网络上疯传 这究竟是围牢二十大的一种认知战 或信息战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 这也是中共百年党史上的第一次 有出现劝禁的 比如说 张德江等人 联名上出 劝禁江泽民不要退 都有这个事 但是劝退还是第一次听说 二十大人士 得安排的竞差 政治竞差游戏 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和意外 所有的人士安排 越来越计较 习近平和他的 之江新军们身上 但是如果全部的常委 或者大部分的政治务力委员 都是习家军的话 这个吃相也太难看了 但所有的人士 政治人士高特包猜想 再坚持一个多星期 就可以逐渐的真相打白 十月十六号之后 大概大家就能够一支分晓 第二 德国之声对北京上帝 不同界别的年轻人和不同界别的人的专访 谈了过去十年 中国梦对他们的影响 这次切入点很有意思 这个梦 跟新细极的识破阵子 为成统武护状词而寄之 里面谈的 罪你挑灯看见 梦会吹脚连迎 可怜白化生 赢得生前身功名 这个应该读 本来完整读出来 罪你挑灯看见 梦会吹脚连迎 八百里风飞下志 五十弦翻晒外生 沙场秋点兵 二十大要来了 沙场秋点兵 马坐得如飞快 功如霹雳咸精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功名 可怜白化生 也是梦 也是梦 可是 新细极的梦 跟习近平的梦 迥然不同 第三 迄今为止 外界一直关心 中国如何各方撤印俄罗斯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中国让自己处于 里外不讨好 左右不适人的 尴尬境地 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 也是极为罕见的 第四 大数据 以及更严格的政治管控之下 已经基本没有公民社会的概念 也不准谈公民这两个字 更遑论公民社会的存在 对中国的政治治理者来说 也许这一点做得很成功 但是不是 一味的压制 就可以切保长治久安江山永固 恐怕也是未必的 第五 德国这个长平对中国历日期 严苛的防疫抗疫政策 给国人带来的羞辱感 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但处于塔夫卡社会综合政治下的国度 服从者多于不服从者 巡良已经成为了族群 共同的正性格特征 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沉淀 巡良的人要发起怒来 现在恐怕还不到被引爆的阶段 第六 引路成年下界 似乎未曾在中国大陆社会内部进去 挑操天巨浪 反倒是波乱不惊 这个社会的政治触觉和敏感度 好像日渐的迟钝 当所有人都愤怒不起来 或不愿意表现这愤怒 一个是他已经是死的火山 另外一个是火山爆发之前 一般也都有这样的静默 第七 中国的远洋渔船的全世界掠夺式的捕捞 惊动了西方媒体 也诱化了南美洲 拉丁美洲 非洲 沿海国家的高度警觉分路 这一点大陆的读者是不可能从央视新闻联播看到的 烂谱烂到了国家 中国也正式上榜 未必全然 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也不是一件好事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在阳 听我们说 左边说 约 中文 中文 中文